要想要蜜蜂关注大山龙 大家好我是小胡 关于石洞里面的蜜蜂怎么样抓回来 我之前也说过 先把它这个门口罩住 让不让它出来 有的网友说这个办法呢 就是等了太久了 会有什么其他的情况 也不是说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个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也特别简单 操作起来呢也特别方便 就是我们拿一个 就像那个鱼那个 直接做一个 我们去捕鱼 那个也知道吧 就是让它那个鱼只能进来 不能出去那一种东西 我们就把那个 洞口做小一点嘛 让它从这里出来 但是它又回不去了 然后呢 我们尾砖这边呢 就直接连接到风箱里面 在风箱里面不要打开啊 就不必然它会从风箱那边给跑掉了 然后我们就 把这里围住 然后连接到风箱 在中间做一个 小小的尖卡 就让它能有尖卡里面过 但是不能回来 这样子呢 蜜蜂就会越出越多 越出越多 但是它是有出没有回去的 这样子呢 出多了 那个蜂王 也会跟着出来的 因为它不是什么情况嘛 以为要迁移的 以后它就跟着出来 蜂王一出来呢 那个蜜蜂呢 也会全部跟着出来 然后就 踏到一个方向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拿回去 放在我们家里面养了 然后就介入那个 蜂蜜 然后也可以放一点蜜 让它吃 关于呢 怎么样留住的 它这个呢 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说了 因为留住蜜蜂的方法 以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是关于怎么样 抓蜜蜂里面的蜜蜂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方法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话 欢迎给我评论 今天的视频呢 就录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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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